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鲜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468集,战 一团浓浓的灰气自山谷之外缓缓地出现 这灰气浓郁,根本就看不清旗内细貌 他飘摇之下,在山谷外停滞 这灰气出现的瞬间呢,十方的面色立刻难看到了极点 阁下是谁 矮戈老者立刻面色阴沉,一字一字地说道 他话音刚落,没等对方回答,立刻大吼一声 右手在楚戴上一抹,立刻一面铜镜 默然间出现在其手中 此人一抛之下,这镜子顿时升空 迎风见着,默然间化作三尺大小 其上散发出阵阵清光,直接笼罩那灰气之上 就在矮个老者祭出法宝的瞬间呢 那十方与此人配合多年,极为默契 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双手掐绝 背后宝剑,默然间呼啸而出 在其头顶横立,其上更是出现虚幻十丈的巨大剑影 斩! 十方大吼一声 在自方长老出手之际,那化身期的老者吕松义 身影如电,立刻冲向药金果 他毕竟修炼日久,懂得抓住时机 此刻距离那药金果不远,一闪之下便来到近前 铜镜之光好似禁锢一般,笼罩灰气之上 与此同时,十方之剑好似来自九天之风,呼啸而下 其剑势尚未落下,便有破空呼啸之声,回荡天地 大罗剑宗,以剑闻名,其剑威自然不小 此时,在那剑气破空斩下的瞬间,那灰气突然移动 这一动,好似万马奔腾,好似怒浪滔天 在瞬间,灰气莫然间向前一冲 顿时便冲破一切,弥漫整个山谷 这一冲之下,更是从灰气内传出一声寒冷之音 萤火之光,岂能与昊月争辉 这声音呢,冰寒冷漠,落在众人耳中的瞬间 立刻使得谷内之人均都是心神一阵 那笼罩灰气之上的清光,更是轻刻崩溃 化作无数轻痕,消散四周 半空中的铜镜,骑上传出阵阵咔咔之声 崩溃了,石方斩下之剑 溃了 大罗剑宗长老,石方与那矮个老者 二人几乎同时口喷鲜血,身子相继暴退 灯灯灯之下,在地面踏出数个深深的脚印 每留下一个脚印,地面都会轻颤一下 那灰气扩散之际,更是有一道好似剑盲般呼啸而出 其目标啊,并非是这两个大罗剑宗长老 而是呢,趁机想要采取药精果的化神修士,吕松义 吕松义面色大变,他身之后退已然不及 毫不犹豫,立刻顺移 虽说呀,在这地魔北界之内,顺移的危险极大 但此刻呀,他却是没有第二个选择 但见其身体四周出现阵阵扭曲的波纹 其身影眼看就要消失了 这时,那冲击而来的灰气内,却是传出一声冷哼 哼声中啊,灰气漠然临近 居然直接穿透了扭曲的空间波纹 直接破空而入 几乎眨眼间呢,便立刻冲进了那正要顺移而走的吕松义体内 你 吕松义面色大变,正要说话 但立刻,其身子一晃之下 居然好似球体一般疯狂地膨胀起来 这一幕太过诡异 但见吕松义的身子,几乎瞬间便膨胀到了极限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堂堂大罗剑宗化神修士 居然就这样生生地崩溃了 碰碰碰,山谷内的回荡之声还在船底 天空中大量的血肉却是已然扑洒下来 落下一地,一片淡淡的血雾渐渐弥漫四周 在这血雾之中啊,一个身穿紫衣的身影慢慢地从山谷之外走进 此人一头长发随意地垂在脑后 面色并非英俊,但却有股不俗之感 他的右手指尖之上两道灰气,好似两条小龙一般在指缝内穿梭盘旋 在此人的腰上挂着一块紫色的令牌,其上刻着一个七字 王林的出现呢,使得山谷内一片寂静 波形一面色苍白,毫无任何血色 其身子更是隐隐颤抖 右手死死地抓住飞溅 已然握得指尖发白都不自知 其师妹啊,更是眼露惊慌之色 最终实在忍受不住 捂着嘴蹲下身子呕吐起来 其面色更是苍白如指 至于那显然并非大罗剑宗弟子的蓝山青年 则是眼中陶醉之色大农 甚至他还深深地吸了几口这充满了血腥味道的雾气 除了三人外 那叫做千秦的女子则是表情阴晴不定 眼露犹豫挣扎之色 这些小辈儿弟子修为不足 定力不够 自然不如十方与矮个老者 他二人啊 此刻虽说心神大振 暗角不好 但面色却是没有露出太过的端倪 只是较为难看罢了 光临神色平淡 目光在众人身上一一扫过 随后右手看似随意的虚空意志 顿时啊 山谷内一道道灰气 从地面的碎肉之中缓缓地飘散而出 迅速凝聚在一起 化作一大片灰色雾气 向着亡灵虚空点出的右手凝聚而去 灰气大量的聚集而来 转眼间便化作一团灰色的球体 这球体那样云雾缭绕 好似蕴含了某种神奇的物质一般 让人看上一眼便会忍不住 彻底的迷失进去 不能自拔 王林目光平淡 右手随意一捏 顿时啊 这灰色球体立刻从内部 传出一阵波动 在这波动之下 此球顿时缩小 最终化作只有指甲盖大小 被王林抓在手心 张开时啊 这小球已然消失无影 田运宗 紫西老七 王林 大罗建宗长老十方 目光在王林腰上 这紫色令牌上 看了一眼 随后盯向王林 一字一字的说道 王林收回右手 目光冰冷地看了十方 做道 回答我一个问题 今日 我放你们离开一个 那十方好似听闻了 天大的笑话一般 狂笑起来 右手掐绝 像天空一点 顿时啊 从其背后 空空的剑翘内 漠然间闪烁出 一股强烈的剑气 这剑气呈青色 支冲天际而起 黄林 你虽说是应变中期 但今日 我们两个以应变初期的修为 再加上我大罗建宗建宝 你即便是能杀 也定会受伤 倒是半个月后的东海妖灵之门 我看你如何去的 十方冷笑 今年去东海妖灵之门的名单 他在来之前 已经略有所闻 据说天运宗的新收弟子 子系王林 此番将是人选之一 此刻他看到王林 便决定赌一把 他赌着王林 轻易不会出手 以免自己二人全力反击之下 使其受伤 以便影响东海之刑 那矮个老者 从王林现身后 自始至终 一语不发 但其目光 却是死死地盯着王林 此刻听到十方之话 内心忽然暗叫不好 据他的观察 此人绝非那种 顾前顾后之人 与其有时间在这里 与此人废话 还不如立刻出手 抢夺先机为妙 以自己两个应变初期的修为样 占一个应变中期 本就机会不大 那矮个老者一咬牙 二话不说 身子默然一动 右手一拍楚代 顿时手中多出一杆 血色小齐 一斗之下 立刻大片血色气息 从旗帜内 弥漫而出 瞬间便把此人全身笼罩 少死 矮个老者大喝一声 双手在血色气息内掐绝 漠然间向前狠狠地一拍 顿时数个巨大的血红手印 瞬间在血痕内 幻化而出 带起浓浓的血腥之味 向着王林呼啸而去 与此同时啊 他更是咬破舌尖 喷出一大口 原神惊醒 这血液的颜色 透着一丝金光 血液一现 他立刻口中 飞快地碾出咒语 其声好似鬼魅 听不确几 但却有一股无形之力 好似立刻从听而降一般 天鬼吞 咒语之后啊 那矮个老者双目立刻幽光一闪 一声大喝中啊 其身前的那透着金光的原神惊血 立刻诡异地蠕动起来 几乎是眨眼间 便消散在了半空 在其消散的瞬间啊 矮个老者的身后 漠然出现了一颗 十丈大小的悠悠虚幻头颅 紫头颅极大 通体青黑色 头顶无发 好似恶鬼一般 尤其是其目光啊 虽说虚幻 但看起来却好似实质 透出森森冷芒 死头颅一现 立刻咆哮一声 直接从矮个老者身后飞出 向着王林扑去 出手 矮个老者大喝 十方一咬牙 二话不说 右手虚空掐绝 漠然间向下斩去 在其身后剑桥内 闪烁而出的青色剑光 立刻发出震惊天地的剑芒 顿时冲出 好似一条猙獰的青龙一般 向着王林直接撕扯而去 与此同时啊 这十方啊 还是觉得把握不大 同样咬破舌尖 喷出原神精血 然后盘膝坐地 右手在身前一抓 扫过自身精血与手心 随后啊 低吼一声 漠然间拍向额头 但听轰的一声啊 十方身子一阵 一团青光 自其天灵闪烁 青光中 十方原神 漠然离体而出 此人原神出窍 张口便是一道刺眼青蒙 闪烁而出 那青蒙画作一把 只有一指长短的柳叶飞剑 他原神凝聚飞剑之上 紧追之前 斩下剑芒 向着王林 闪电一般充许 受死 这两个应变初期的 大罗剑宗长 此刻已然平民 王林神色如常 站在原地 目光没有半点变化 他脚下向前一踏 右手抬起 虚空一案 其拇指之上 顿时出现 阵阵黑蒙 寄灭止 一指之下 万灵枯荣 一指之下 山谷内所有杂草 顿时化作一片焦黄 即便是之前 已经枯萎之夜 此刻也是瞬间崩溃 这种崩溃 并非是表面 而是连同 其在土壤深处的根部 也顷刻间挖解了 那首先 向着王林 疯狂落下的数个血红色的手印 此刻迎面落在了王林 拇指之上 没有任何停顿 那一个个血色的手印 立刻焕散 崩溃 若仅仅是崩溃 也就罢了 显示不出 寂灭指之威 但见了崩溃成 无数红色碎片的手印 原本在崩溃之势下 倒卷而回 但尚未退出多远 便立刻被寂灭指内的 奇异之力给牵引 居然反方向而回 全部凝聚在了 王林拇指之上 这一幕发生得极快 在外人看来 好似是王林的拇指 在按向那些血手印的瞬间 便把这些手印 完全吸收了一遍 其拇指之上 顿时血色大浓 吸收了血手之力 王林眼露寒芒 拇指不当未停 反而速度更快 抢先一步 直接越过十方的剑芒 直接点向那扑面而来的 巨大阴森 鬼头眉心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尔登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接下来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